大家好,来这期节目聊一下我们大家熟悉的崔永元,小崔老师 小崔老师是油管的频道,其实早就开了,我也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 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他的节目的观点或者是立场,我同意不同意,喜欢不喜欢 而是他的最早的那段时间讲的节目声音实在太轻了 我听他讲话实在是太累,而像我这种所谓的频道呢,又是业余时间做的,对吧 大量的时间还是忙自己主要的工作,业余时间你说我有那么多频道去看张三李四呢 说句实话也没那么多,因为还要准备自己的这个频道的节目的内容嘛 但是对于崔永元老师,有时候的频道呢,他的节目我也还是会关注的 但可能只是这个跳着,很简单的,稍微翻翻啊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一看油管推过来呢,是 崔永元点评这个王志安跟柴静啊 呃,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想说三点啊,这个第一点 我觉得就像崔永元老师说的,啊 他说这个王志安跟柴静,这两个人都是央视的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这个东西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实我是早就注意到了 他和那种台前的节目主持人形式的那种采访型的记者不同的是啊 采访记者的话呢,你只是拿到一个人物背景的稿子啊,熟悉一下的话呢 然后你以一定的角度把整个的这个采访呈现出来 最后的话呢,可能说你会把整个的这个采访引往一个某一个方向 对吧,可能是引起公众的关注,可能是呢,这个让大家共情啊 比如说你在发生一些这个天灾人祸以后啊,你说这个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引往一个什么以后的方向呢,很难 可能大家就是需要这样的节目来这个抒发一下自己这种悲痛的这个情感啊 他呢,点评这个王志安跟柴静,两个人在各自节目里面讲的内容呢 不是假话啊,但是一定不是所有的真话 这句话呢,我觉得点评到位啊 但是呢,我也想用这句话来点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小崔老师 他的对于王志安跟柴静的心里面的看法 和他今天节目里面讲出来的对于王志安跟柴静的看法 我相信也是他今天节目里面讲的不是假话 但是一定他也没有把对这两个人所有的真实的看法都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对小崔老师今天的节目的第一句 这个我的感受啊 第二句感受呢,我想说小崔老师啊 是个聪明人 他呢,这个整个的经历我相信在很多的年轻的网友的心目里面啊 这个多多少少小崔老师呢,他是一个感觉 好像是社会良性一样的存在,对吧 一直是苦苦的撕咬这个转基因 一直是苦苦的这个鞭挞着这个各种各样他看不惯的那种事情啊 最最主要的呢,其中就是有这个打这个司马南 那么现在呢,这个不是现在就有一段时间 你看司马南最最这个被大家奉为所谓的那个爱国大逼的那段时间 也是小崔啊,这个抑郁症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小崔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啊 司马南恰巧是他声音最大的时候,对吧 如果说像小崔这种人能够存在在社会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像司马南这样的流氓加无赖啊,是没有机会能够出头的,对吧 先不说这个,说回来,我觉得小崔呢是个聪明人 他呢知道啊,在油管这个节目呢一定是跟以前 就是作为这个央视的啊,这个正牌的啊 就不是像王志安这种第三方市场,呃,人才市场雇佣的啊 正牌的这个,一进大学就就毕业分配过来,对吧 顺利的这个工作顺利分配房子 然后顺利的有了这个民根利 当然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个人这个成功聪明才智 心情努力的这个体现啊 在走了那么顺利的仕途以后的话呢 当然他和这个其他的有些人不一样 比如说跟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 小白啊,白岩松,水军毅啊,跟他们都有些不一样的事呢 这个小崔呢,始终有一颗 讲真话的心,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是一个人的本性 就像油管做频道一样,做到后面呢,你会发现 有些频道的话呢,做到最后就在演了 当然他一开始也在演,对吧 扮演着大家熟悉的那种角色 粉丝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而有些频道,比如说像我 我们讲的这个话呢,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啊,因为大家一开始的这个 对于做频道的这个定位就不一样 作为我来说呢,我不指着我的频道吃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啊,而有些人说是生活在国外 啊,但说句实话,他在国外有任何的生活来源吗?没有啊 啊,那都要吃饭,这个东西,对吧 你扮演各种嘴脸,吃饭,这个东西不丢人的啊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的啊 只不过就是,别人看了你的东西以后不喜欢啊 或者是明知道讲的那些东西就是狗屁 啊,甚至99%都是假的 就那种频道的话呢,就是我觉得 反正我是觉得挺可怜的啊 因为为了吃口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嘛 不说这个说回来啊 小崔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给我感觉就像我之前第一句话点评的啊 也是就像季仙龄大师说的嘛,对吧 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说 他呢,很多讲出来的东西啊,也是很明显的是有取舍 在取舍之间呢,也讲一些哎,他知道的一些这个 以前央视老牌员工老牌节目主持人的这个可能才知道的一些细节啊 哎,让你知道啊,其实他是有一定水平的 但是呢,我得说啊 呃,当然我,我很希望小崔啊,继续保持他的这个身体健康 看到他现在的这个节目里面讲话的这个音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呃,但是我更希望呢 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已经有了国外的身份 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想法想要去到国外 或者是不是已经开始办理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是觉得真的一个喜欢要讲话,喜欢要说三道四的人 如果在不被任何的控制行动的前提下 如果他可以自由行动,如果也有这个意愿的话啊 我希望小崔能够有一天也能够来到国外生活 在那个时候,我会更认真的听小崔到底说了些什么 啊,就像王志安刚到日本的时候一样 他讲了很多的话 呃,我觉得起码是一般的这个任何的普通的老百姓 你没有机会去了解到的事实吧 啊,别的不说啊,王志安 起码说他有些节目啊,我我一直说嘛,是可以看的 啊,比如说说他这个点评司马南的节目啊 比如说他这个点评江泽民的节目啊 就这种节目在他的这个角度讲出来的这些东西 反正我觉得我是,我是没这个水平可以讲出来的 我永远都了解不到那些事实啊 我只能在我的角度 这个以我的这种浅显的知识 和我的这个浅显的所谓的人生的阅历啊 我告诉你一些我自己的认识而已 我今天来开这个关于崔永元的节目呢,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点评的这两个人 不管是柴静也好,王志安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大家认为的反贼 对吧 小崔呢,虽然自己也已经离开了央视 但是基本上他在中国社会里面的这个形象 还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居多吧 尽管说这个可能有些年轻的网友不知道了啊 这个都觉得小崔啊,是社会良性的一个化身啊 其实我想说呢,就是以前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也有一些这种成分的感觉啊 就像一个人间的好像是一个斗战圣佛一样啊 但现在的话呢,在我了解到所有的事情的这个 我所了解到的啊 事件的一些这个始末缘由 包括一些这个前因后果以后的话呢 并没有改变 我好像就觉得小崔就不是人了啊 我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只是我会觉得啊 小崔老师呢就是跟你我大家一样啊 都是一个凡人 既是凡人都有凡人的凡心 对吧 你做事情的话呢 都有一个为什么啊 当他在质问任何的一个人或团体的时候 其实背后也是有个为什么 而这个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跟跟钱和历史直接的联系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他能够出于任何的目的 他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欣赏的 只不过他对于转基因的任何的这个观点 尤其他今天又提到了 对吧 他现在呢给我感觉就是三句话离不开了啊 他对于转基因的这个观点呢 我也是不敢苟同 所以我今天呢也会聊聊转基因的这个话题啊 我自己的一些认识 先说回这个点评两个反贼这件事情啊 他呢对于这个王治安跟柴靖的这个评价啊 反正是出乎我意料的高 所以我说小崔是个聪明人 他他知道啊在油管上哪些人他想听的东西是什么啊 你说他本身真的觉得这两个人是就是在他的印象里面就是只有优点吗 不可能的 连我都会看得清怎么他会看不清呢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你说中国人任何的时候 首先就会先区分 这个人是反贼啊 这个人是好人呢 就所谓的这个爱国的呀 这个想法本身对不对 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对啊 对吧 你直接就是把这个世界就是黑白化了 怎么可能一个人他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场合讲的话 他都是要被你这个随时随地拿出来 好像就是逼着表态呢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我们从小 就被灌输着一种价值观就是中国人要分好人坏人 对吧 我以前就说过我小时候看电影就是那些战争片 革命的那些战争片啊黑白的啊 十几个电影大家都知道什么地道战 红狐什么赤卫队啊 对吧 铁条游击队啊什么地雷战啊 就那些啊 我在看那些电影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是能区分好坏人的 因为里面的人物非常的脸谱化 对吧 你看那个汉奸永远是汉奸 那个胖翻译永远是胖翻译 对吧 好人坏人很明显啊 你看那个英雄人物 你从那个面向上你就知道他是个英雄人物 对吧 你就是不用不用去翻译的啊 但是还是会有个别的人我们看不清楚 对吧 当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人物是好人坏人的时候 我会问问我妈 我说这个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妈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啊 不要说告诉我那个人是坏人 他说是好人 但是他的语气稍微不那么坚定 或是或是稍微那么质疑了一下啊 都会影响说我对他这句话的这个信任程度 我都会觉得这个这个好人到底是有那么好吗 从小 其实我现在反省自己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们其实就是被灌输了这种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本身的这个执政逻辑 它是个革命党 什么叫革命党呢 你从这个清朝灭亡以后 对吧 那个东西叫什么叫民国啊 什么叫民国 民国就是老奖啊 对吧 现在依然存在啊 那个朝代没有结束啊 他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形态 叫台湾岛 但那个那个东西结束了 没有结束啊 你说 大家都是一个中国 但是你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吗 人家依然存在 你说49年以后 整个中国就是共和国 联合国的地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但是民国没有消失啊 所以你否定民国所有的一切是不对的 对吧 但是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表面上看是被中国大陆不承认的状态 但其实人家什么东西都比你中国大陆比较来的自由来的方便 他其实就是一个以赖清德先生的话来讲 对吧 他说 那不管这个这个蓝白是合不合啊 我来领导这个国家就是最适合啊 就赖清德先生早就说了吗 这个国家对吧 他 早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是不是被大陆统一 这个东西只对大陆来讲是重要的 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被统一 对吧 因为人家早就是国家了嘛 只是说如何继续维持他目前的这个状态 绿白蓝 在这一点上是通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有极少数的 能够在被大陆播放的 那些所谓的那些台湾的那些这个专家也好 学者也好 嘴巴里面 你会你会听到 哎 统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局势 对吧 不讲台湾 咱们还是讲回来啊 共产党本身的逻辑 它是个革命党 革命党 什么叫革命党 就是不是请客吃饭 毛主席就说了吗 其实革命是什么 革命就是残暴的 暴烈的 摧毁以前的一切 什么叫摧毁 所有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来啊 这叫摧毁啊 对吧 你后来看到在中国社会里面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也差不多嘛 那么既然是革命党 他和后来变成执政党以后的这个逻辑 显然是不匹配的 因为你再用这个思想去教育人民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 所以我党那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思想工作的一个转变 就是如何把革命党的这个执政逻辑啊 要慢慢的要转换到一个就说错了把革命党的这个逻辑啊 要转换到执政党上面来 那么你会看到就是原来一开始是区分是敌我矛盾 对吧 那后来的话呢 变成一个人人民内部的矛盾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话呢 有话哎 咱们可以好好说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啊 这样的做法还是不对的啊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 咱们这个王沪宁同志啊 第一次发力 江泽民江主席的这个 三个代表 我觉得是真正的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逻辑 当然这个也是在发生了这个 8964那个事情以后了 真正的确立这个共产党执政逻辑 把老百姓的这个有些思想开始转过来 就是三个代表 不说这个东西 咱们说回来啊 今天依然有很多人 不管自己意识到没有 或者没有意识到 都是还是无形之中 包括我自己 还是会用这种哎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是坏人 好人坏人只是一个代名词 很多时候你说什么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反贼 你说这个人 他是不是一个给给这个对吧 什么什么叉叉势利地刀子的人 今天我们依然在看很多事情 很多人的时候 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 我现在啊 开始反复的训练自己 不要戴这种帽子 尤其是 怎么讲呢 我我只能说啊 这只能代表我个人啊 你对共产党的事情看的越多 听的越多 可能啊 可能啊 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对所有以前共产党说过的 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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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论过的事情 都要去进行 重新的 自我的求证 求证 求证完以后的那个结论 可能才能够作为以后你的这个价值观里面的一部分 啊 因为 我我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 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说 被印在我们这个历史书课本上的没有一 甚至没有一个字你是可以相信的 那个东西完全就是骗人 有些东西 它是美化式的加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 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改变了这个事情的本意啊 甚至我想说在那个东西里面呈现出来的 这个毛主席啊 反而这个面目还不如你了解到真实历史上的这个毛主席 你会更尊敬老毛 那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毛主席就不像是一个人了 但是现实情况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个人了 对吧 还有一点我想说 不可能有一个人 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潜意识里面你问我你自己 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你就问一下你自己啊 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话啊 我相信在国外就不会了啊 你中国大陆的话 或多或少 每一个人起码说不想成为被人讨厌的人吧 对吧 你不说你会成为被所有人都喜欢 不管起码说你想做一个不被所有人都讨厌的人 对吧 这个东西呢 你得分是在什么场合 如果这一步啊 做过头的话呢 你就成了这个白颜松啊 白颜松呢 就是那种 就像白颜松也好 像这个小翠也好 我都买过他们的书啊 我都看过他们的这个 呃 一部分的这个思想内容啊 他想展现出来的一部分呢 他的这个思想内容 但是后来呢 这个你知道这个人是随着环境是一起改变的 只不过崔永元呢 继续选择 讲真话啊 不管说他是出于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目的也好 起码说他是继续讲真话 而白颜松呢 就开始就就变掉了啊 所以呢 这就是就是你会发现呢 就是你要看清楚一个人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而 不可能有一个人 我至今觉得不可能有人是被所有人都喜欢 因为所有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什么叫所有人 你你以中国人的这个说法 对吧 分好坏人 那么换句话来说 你被好人也喜欢 你被坏人也喜欢 那哪有这种人 怎么可能呢 对吧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被好人也喜欢 被坏人也喜欢 那么这个人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是非价值观的人 他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利益 说白了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只考虑自身的利益 他没有是非价值观 遇到好人 说好话 遇到坏人 他就说鬼话 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 对吧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感觉好像是明哲保身 感觉好像是 他洞悉 中国这个社会的一切 对吧 后黑学 已经是博士后毕业了 但是我想说 这种人恰巧是我最想 近而远之的人 我看到这种人 我是最看不起的 他会觉得一切的那种 好像对于是非价值观的坚持 是那么的幼稚 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 是那么的不堪 我想说这种人 其实才是幼稚和不堪 因为我相信 今天的中国的这种环境 所谓的高压的舆论管控也好 你说媒体的这种监督的权利 越来越不存在了 对吧 各种各种凡此种种 这种东西 我相信都是暂时性的 不可能有个领导人 活到150岁了 对吧 只要中国这种国家 我早就说了威权国家 对吧 你不管说你在百度上把威权改掉 改成这个集权也好 把它这个定义怎么去修补也好 在我的心目里面 中国就是个威权国家 威权国家 它总是随着领导人的更迭 它整个国家面貌会差很大的 我相信中国的那种对于法治的那种追求 对于这种每个老百姓可以去表达不同观点 允许不同观点的这种存在的需求 它会慢慢到来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在遥远遥远的未来以后 反正在我的下一代变成70岁之前 可能看到这天的希望不大 我只能这样讲 最后呢 我想这个说几句这个 说几句这个关于转经的这个话题吧 这个咱们就留在下半集再说吧 下半集就到这 好 谢谢